尖銳提問 上面他這個呢 一個叫做尖銳提問 另外一面叫做溫柔回饋 就是說你如果有些問題 想問維如你會可以寫下來 最後你可以投到箱子裡 然後我會幫你抽出來 跟維如做一個對談這樣 如果你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很讚耶 有一些心得 就写在温柔回馈 然后也让韦汝知道说 这次今天这场活动 其实大家对他所分享的这些是有感的 OK 好 那大家就 就边进行吧 这边进行 好 这样韦汝我有点问题 想问你 好 那我先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我刚刚在听的过程 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展览跟这次的分享 都叫做平凡的亲戚 平凡的深刻 其实比较口语的来说 就是平凡的东西却一点都不平凡 那他好像很难只是单纯用讲的讲清楚 但是当我们搭配上微辱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所在指的那些不平凡是什么 好 那这个就是说 其实 这个事物的表象之后面 你怎么样去诠释他 好像才是我们让一个东西 变得开始不平凡的一个起点 那微辱进一步把他变成作品 那就变成可以跟他人产生连结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感受 很多自己的感知 但是他要跟别人产生共感跟连结 好像只是单纯用语言来说 他有一个极限 那作品却是微辱的一种方法 好那借简单的总结 我刚刚对于微辱的一个 听完的一个感想之后啊 第一个我想要问的就是说 你觉得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整个作品 尤其这一档展览啊 就是平凡跟归属 就是平凡是一个你观察到事物的样貌 但是好像在这个创作的过程里 在经历一个自我认同 或者是与地方产生连结的一个历程 那你觉得平凡的这一种感受跟归属感 它有什么样比较 你怎么样去觉察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 就是 为什么平凡的事物会在你产生 跟这个地方产生归属感的时候 它会成为你的一个选项 会有点抽象吗 应该说 我想一下哦 或者我再把我的问题问的具体一点好了 就是我觉得像是说啦 我今天想要创造归属感 可能家人啊好朋友啊 或者是说我会去认识在地的一些景点 但是你的归属感却在骑机车的路程 对 我觉得归属就是 我觉得那个归属感呢 跟你刚刚讲的那个认同好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人要去认同一件事情 就是透过一个自己要去反复 反复然后再去整理 然后再去思考 然后你如果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或者是完全没有去一个实践的时候 那个归属跟认同感是完全不会产生的 所以某方面来说 我其实是透过画画这个东西 重新把我的对于日常的这些感觉 变成我的归属 所以我必须重新去画这些东西 我重新再反复体验 然后再去咀嚼 我才把这些很日常的 很频繁的经历的事情 变成一种归属感 然后至于为什么都是在通勤的路上呢 那表示我一定很常在骑摩托车 但是因为我刚讲就是说 我觉得我有时候大家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不知道可能我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蛮有办法就是想一些事情的 就是你的身体是有在执行一些动作 有点像肌肉记忆或什么的 然后所以你这段时间 你一定是要执行 然后这段时间你反而 就是刚刚讲的 你不会特别有什么压力或什么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 那个思考好像很清澈 重量很轻 然后很轻松 所以在那时候看到的场景 然后那时候的体验就是 就会特别就是想把那整个状态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就会变成说 我在那个状态是最放松的 所以我在那时候体会到的那种 一些感受性蛮强烈的 我就把它重新用创作的方式 把它表述出来 然后前面几件也有那个归属的风景 是我一样就是用回忆的方式 去把我自己的东西往内在挖掘 就再把它放进来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没有做这些作品 我反而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认同跟归属 因为我没有反复再去想这些事情 或是想自己有过 有什么生长在什么环境 所以反而是因为我有做创作 然后所以我去找 我去想 然后我去理解 然后所以重新又有了这些归属感跟认同 所以慢慢就又找回来那个感觉 那以前有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会太 怎么讲 太执着于说 我做作品要有一些目的 或是我要大名大犯 或者说我这个想要去比赛要得奖 所以有时候太掺杂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反而你在做那个作品的当下 你那个东西一点都不诚实 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到一个 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很喜欢的那个样子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的我不太算是选择啦 我的是我 应该说我做了之后 反复反复的这个画 然后比如说图改 删减 然后挑选这些东西的过程 我就重新再得到一种认同跟归属 就是透过 其实我觉得绘画啦 下去是一个大量选择的过程 你要画什么 然后要画多大 然后用什么颜色 什么什么质感 尤其刚刚威如大量提到 所谓的色彩质感跟线条 那其他都是无数选择后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很认同你刚刚所说 创作对你来说 可以让你更进一步跟这些 所谓的你的主题好了 就是这些事物建立关系 它确实是透过创作才有办法 呃 扎根的 嗯 那就是说 欸 我觉得绘画有个特质 就是它可以像是刚刚在讲 有一件作品就是你小时候的回忆的那一件 呃 就是你有花蜜月那个 呃 对就是它出现了不同时空的事物 然后出现了记忆的事物 然后出现了呃呃 已经不存在的事物 OK 我觉得绘画的一个特质就是说 它可以把时间打碎 呃 然后重新组织 但有趣的是观众可以在这里头 又有重新的自己的一个观看的顺序 比如说他有些人他可能会先看到蜜月 有些人可能会先看到车子 有些人去看到那个人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 从你自己在安排画面的时间 跟后来观众在看观看作品的这个时间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 那就是你怎么样思考 你在呃 在画面创造时间这件事情 呃 是怎么样去去执行的 就是 呃 我觉得像是比如说 你在有一些机车的画面来说好了 嗯 机车画面它就是有 有那个什么 速度感的变化 呃 像这一个的就是感觉像是不同事物的 的 不同时空的重组 对 那为什么你会对时间 呃 把它呈现在 因为我觉得时间是动态的嘛 嗯 然后把它呈现在一个静止的画面 这件事情有没有感兴趣 呃 我先讲 呃 这件因为刚刚就特别讲嘛 我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 融在这张作品里面 对 那 那 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我来说那个记忆就是很流动性的 本来就是不会 就是它有时候 虽然就是一直在那边 但是我又觉得它就是 怎么讲你回忆一件事情 它一定是动态的嘛 它会感觉很难像就是一张照片 就爬在那个地方 所以呃 我自己脑中的那个画面感本 我自己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流动感的 嗯 嗯 就是它就是 不会说是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 我在组合 以这张来说 我在组合时间的时候 我就是把我脑中想要的那个样子 拼组出来 然后 对于时间感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组画 其实说实来它就是静止的东西 它不像动画或者是录影像 它本来就有那个时间性 所以 我 我在一个静止的东西里面 去表现那个时间 我自己也会觉得它是有那个 怎么讲 有一点点反反差感 是算反差感吗 嗯 就是它不会动 但是你在看画面的时候 你却觉得它好像时间在流逝 它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所以它不会动了 但是你看的时候却觉得它一直 慢慢的有在进行着 所以我会想要 就是把时间这个东西放进来 一个方面就是 可能记忆本来就是有时间在变化的 在你的脑袋当中 然后你的印象可能也会有点改变 然后再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静止的 所以我想要把那个动态 跟时刻正在变化的这件事情 放进来这样 嗯 那我延伸问啊 就是这会影响 就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 而影响到了你在形式上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像你的形式上的选择 它就不是一个纯写实的技法 当然应该很容易可以觉察到啦 就是当然有写实的层面 你看得出来它是什么 但是你整张图去理解的时候 不会只是一个很明确的 什么一个东西在那边或画得很像 我觉得这个半具象或者是非写实的一个绘画选择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看起来好像从人那个肖像画的时期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质感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 嗯 半具象的选择就是 它可以如果说画得很像 这样讲 这样讲好像不太对 我个人理解上就是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比较有 每个人会有一点发挥空间跟想象力的过程 所以你如果是 完全是你看不出东西的纯的抽象性的话 比较难聚焦在一件事物上面 比如说我画的 你就看出来是一个人嘛 那我今天把这个人画的 非常的像我前面 像我后面这边 不好意思哦 找一下图 好 就是当它聚焦在一个 有形象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更可以去深刻的感受 那个这张画的内容 就我如果是纯然抽象的时候 当然不是说纯然抽象不好 但是我后来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纯抽象性的作品 对纯抽象性的作品 它当然还是有一些空间色彩的配置 然后有一些你要说的东西 但我是后期我是希望可以更聚焦到 你可以感受到某些比较特定的情绪 所以呢我会选择是一个半具象的形式 来去做表现 就是让你知道说 它还是 它是个人 它是个什么 但是它的造型已经变形了 它的颜色已经改变了 然后你反而可以去更可以连结性比较强啦 因为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 OK 好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 好就是我相信有些观众会觉得 哦为什么常常去看这艺术家画的都看不懂啊 或者是说会为什么要画的那么的不明不白 或者是说抽象半具象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表现 那我这样我要问的问题 其实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一个创作的历程啦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科班出生的嘛 其实科班出生它很明确在 这个锻炼素科的一个历程都是写实为主 对所以你从写实或者是说 你去到北溢进入美术系之后 开始在讨论说 绘画不一定只是画的漂亮 或画的像不像这件事情 你从那一个阶段走到 我就是想要问问看你的那一个 绘画历程的转变 从那一个具象思考到这种 所谓你后期的这个半具象思考 他有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吗 那我觉得这个或许可以回应到说 观众对于艺术家他在思考 像不像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性 从我想一下哦 好 我念书时期就刚讲就是都是画的很 要尽量越像越好 你如果画的不像就是打妹 不行 不行 然后 然后当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会 老师就说你这个 就是他觉得你又在画以前的那种东西 就是 所以 我的历程是这样啦 就是 我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 虽然是好久以前了 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自己欣赏的角度是非常狭隘的 我因为如果你是念美术班上去的 就是又是我们这种乡下的地方 诶我这样讲对吗 试觉冲击比较少的 对对对 那时候刚上去 经验比较少 真的没有什么经验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刚 要进入创作历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诶 为什么这怎么那么奇怪 这怎么 这么怪然后这么不完整 或者这么奇奇怪 好像美化玩 而且老师还会说 诶你这个很有趣哦 这个很不错哦 然后可以继续发展哦 什么然后就 以前都会想说 诶 老师你在说什么 然后 然后自己 自己以前在做作品 刚开始要做的时候 会想办法做得非常的完整 完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会把每个毛边都拿 很像拿剪刀 把这些毛边都修掉 做起来就是会非常的 的像机器整齐 然后 东西看起来就是 好好的美美的这样子 对 但 就是 不是说这样的东西不好 而是 他 对我来说 那时候就是太狭隘了 就是觉得 一定要把什么东西 变成什么样子 那个叫做好 那个 对于好的样子 完整的样子 就非常的狭隘 所以我自己的历程是 上了大学之后 看到了 诶 为什么 也是看了很多人就说 诶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他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是说这个人的生命历程是怎样 所以 他做出来的东西才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反而看了比较多 各种视觉经验就是 诶 理解了 生而为人 所以他做的东西是很人性的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而不是这么的狭隘 所以 慢慢的才有 眼界有 比较被开启 不会说只接受 某些样式 就叫做漂亮 或就叫做好 然后我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从像到半抽象这边 其实我最一开始呢 是 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是 叶竹圣 你可能有上过来 是是是 我们以前 我以前最喜最一开始 比较喜欢就是抽象的 对我当时候 然后 一样我也是有一些 呃 怎么讲 冲撞 冲撞 冲击 冲击 我 当时最早开始 会画比较抽象性的 艺术的时候 的作品的时候是 我有看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 叫曲德毅老师 那我就是单纯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就觉得说 诶 为什么单纯是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 放在一起 或这个颜色跟这个质感 放在一起的时候就 很好看 我那时候是 纯很视觉性的觉得 诶 抽象的东西很美耶 就是 你看不出来是什么 但是还是有那种 视觉的经营跟搭配 等等会觉得说 很厉害 很漂亮 所以我最开始其实是 我画不写实 就是 就是完全是 纯抽象 纯抽象 但我知道 我偶尔还是会画一下那种 有点纯抽象的东西啊 那 画一画之后才开始觉得说 诶 我想要在 刚讲的 我就是慢慢想要 把东西变得更 深刻一点 就是把自己 内心的一些感受是 以 大家可以 更好像可以解读的 那个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了 比较 比较有脸孔 因为大家对脸这个东西就是 共感比较强 很直觉很敏锐 就是你画得再歪七扭八 人家就一定看得出是一张脸 而且你画得越歪 就是你指向的那个东西就 就是胖的人瘦的人 或者是刚讲的 画的那种很清淡的人 都会让你觉得说 诶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具体到 比较偏半具象 就是你看得出什么 但是它的质感跟色彩 或者是它的质地表现 都会稍微不同这样子 诶 好 其实我觉得 像 我不想想大家 有没有看展览的习惯 或者是说 有看过展览的经验 那其实 分享会 这个活动我推蛮久了 那为什么我都会 虽然办起来有时候 我就觉得我但不太疲 那你每一次听到 这些很关键的一些 艺术家的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那真的是在作品本身 不是那么好察觉的 或者是你去 刚刚借用威如刚刚讲的一句话 就是你去看那个作品 不是好不好漂亮 而是你去看到它身而为人 它所抱持的信念跟价值是什么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事物啊 它一定都在作品里 但是如果有办法透过语言的方式 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连结或认知到这样 嗯 好 那这个我跟威如的对谈就先到这边 对我相信大家就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就休息到40分 好那40分回来之后呢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 来跳一个抓阿爸 那个它就像是香油钱的桶子 你可以把你的小卡投进去 那如果已经写完了就可以投进去 之后我们等一下剩下的时间 就让观众来跟威如做一些互动 好 休息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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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